敬請佩戴口罩 量體溫 接下來請收看 第二 蔬食好煮意 蔬食好煮意 美味有創意 歌菩薩阿彌陀佛 歡迎各位收看 蔬食好煮意 吃素的好處雖已經廣為宣傳 但是對素食入門者來說 吃素好像容易常常停留在 擔心營養是不是會不足 或者是說僅吃豆干青菜等印象 讓每一餐都覺得 感覺到單調無趣 其實如果是使用這些料理 不會做變化的話 的確會降低用餐的意願 但是現在就讓我們一起欣賞 下面精彩的節目 學習做美味的酥食料理 大家好 今天我要再為各位介紹的第一道美食 叫做義式番茄麵 我們來趕快看一下有哪些材料內容 在這裡 來 這是義大利麵 這是義大利麵 義大利麵種類非常多 哪一種都可以 但是我們是要選擇這種義大利麵 最主要是牛番茄 因為我們的主題是番茄 牛番茄 然後這個是黑胡椒 這是起司粉 黑橄欖 然後這個是香菇 椰花菜 然後這個是小玉米 這個小番茄 這些是煮濁料 在這邊配那個調味料在這裡 來 這個碎碎的這個是那個 叫做パセリ的乾燥的 乾燥也就是洋香菜 這鹽 這個香菇粉 橄欖油 這個是那個番茄醬 顏色要快一點要好一點 加一點點番茄醬就很OK了 這就是所有的食材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這個同學真的很棒 就是有他的表現 我們真的是輕鬆多了 對不對 謝謝 好 今日的互出 你明日一定很突出 所以加油 好來我們來 請你示範這一大叫 這個意志歡前面 好 有時候我們不是做得非常道地 但是又要適合台灣人吃 對不對 好 這我們都走過了 洗過了 好 先對 對 把花椰菜 笑一下 對 對 為了營養均衡 而且顏色搭配 來不要那麼大 切小一點 切成兩半 兩半就可以了 嘿 這樣就很好了 來 切成兩半 好 那就可以了 先換下去 高檔穿大 或小一點點 好 燒焦 好 再來 再來 切番茄 來 沒關係 這個要煮在一起了 沒關係 切番茄 我們番茄 假設人不多的話 不需要用到太多 那番茄 光番茄的話 要熬熟很久 顏色才會漂亮 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 我們夾一點點番茄醬 番茄糊 這樣顏色會 比較好看 對 對 其實應該一個 也就夠了 是 應該一個就夠了 因為我們只做 一盤而已 不需要做 弄得太多 好 香菇 紅香 鮮菇 這也可以 好 先把它 OK OK 這番茄非常棒 這個 這麼鮮紅 就是因為在 陽光照到的地方 長大了 所以也可以說 這叫做 陽光番茄 大家都要知道 涼光番茄 稍微切開 對 對 那也不可以切得太細 看不到番茄 就不像番茄麵 對不對 好 要吃番茄的顆粒 你先把火一邊開火 來 開火 好 稍微切一下 不要讓它那麼大 好 好 這樣可以 OK 先把它放在旁邊就好了 放在旁邊一點就好了 對對對 好 香菇 香菇 也是切薄片 切薄片就好了 切薄片 兩朵就好了 有很多 對 你看看它大功不錯吧 這麼香 大功就這麼 我看你非常的標準姿勢 真的是有下過功夫的 雖然年紀小小的 但有認真學習 一看就知道 好 好 我看這樣就 差不多了 不要晃太多 那再來 這個 來 這兩個 因為我們搭配一下各種蔬菜 煮起來 只要不偏離主題 什麼叫主題呢 就主題就是番茄 主題就是麵 不要偏離主題 其他都OK 都可以加什麼都可以 切切到 讓它容易熟 對 好 放到旁邊 好 再來 這幾顆 這個好了 黑橄欖 切不要太多 兩顆就好 切薄片放在旁邊 切片 因為這樣 因為西式呢 有一點黑橄欖 味道會比較好 好 我們不是主題橄欖麵 一點 放一下也比較好 好 可以來開始煮了 開火 放油 鍋子已經熱了 鍋子已經熱了 對 對 鍋子已經熱 油 油 可以再多一點點 因為還要炒番茄炒 OK 可以了 那等一下 那邊還沒 好 先炒香菇 香菇先下去 炒香 然後再放番茄 對 趕快 來 對 放油的地方炒 炒 炒香菇 所以把它弄到油的那個地方去炒 好 這種平底鍋要少 要比較注意它成長 對 你會比較少了一點一點 那麵 好 好 香菇有味道了 對 那就開始放番茄 番茄 對 對 番茄 其實番茄 這樣 番茄是煮過的 才會釋放出奇紅豬肥也好 其實你有時間的話 要用新鮮番茄去煮更好 慢慢的煮 慢慢的煮會很好 好 把它炒一炒 手要小心 好 差一點點的水 對 好 這一點點的水 好 要再多一點點 因為等一下 好 把茄花菜也盛放下去了 好 再多一點點 因為麵下去會 濕 對 對 再多一點點 好 茄花菜也撈下去 然後呢 對 我們已經有切好 燙好一盤的那個 義大利麵 好 因為義大利麵燙要時間比較長 所以我們大家要久一點 好 所以我們義大利麵要燙的時候呢 記得 水滾的義大利麵放下去 對 水要加 油 跟一點鹽 對 因為這樣 穿上人的麵會亮 對不對 這樣比較好 好 調味吧 好 這個也可以放下去 這個可以煮久一點 好 比較難熟的先下 對 對 慢熟的先下 要煮一下 好 然後調味 好 加一點番茄醬 對 番茄醬 不要太多 等一下煮起來會很漂亮 一碗會很漂亮 沒有番茄醬的話煮起來 顏色不夠 鹽 好 鹽 番茄醬已經有鹹了 所以不用太多 好 OK 好 香菇粉 香菇粉 對 清染 對 這樣可以了 好 對 對 對 拌均勻 番茄醬可能還可以多一點點 因為顏色還不夠 好 其實你不加番茄麵 自己是不加番茄麵 通通用新鮮番茄去熬那個 是 你假設這樣去熬的話 可能要熬半個小時以上 那我們時間不夠 也許你想要讓它更漂亮一點 就是加番茄醬 是 好 麵放下去 麵 穿上好了 一袋裡面放下去 好 讓它熬 好 好 好 是 對 然後火開大 就可以開大了 好 這樣就可以讓它 開了就差不多了 好 讓它燜一下吧 是 顏色好像不大 對不對 是 再加些 再加一點點的番茄糊好 顏色還不夠 加到湯裡面去 嘿 好好好 好 好 嗯 這樣不錯不錯 好 讓它燜一下 聽說啦 你西餐也烤上餅機了 是 很強耶 你烤餅機以後對西餐 你現在做了也把西餐改成素食的西餐 是 覺得不困難吧 不困難 不困難 因為西餐本身就有很多素食的部分 真的 我記得你以前給我看過照片 你也是有比賽可以用那個 做那個素食的啊 所以我說 這很厲害 真的 要加油啦 好 謝謝 那聽說你最近又要去參加比賽 是 希望你能夠得獎 好 謝謝老師 為是要爭奪 為自己 為自己奠定更好的基礎 對不對 好 OK 好 換一下 這個橄欖再換下去 好 黑橄欖再換下去 好 黑橄欖再換下去 好 煮到讓它有一點湯汁有一點收汁 有一點醜醜的 因為我們不希望說 要什麼勾芡的 用麵糊的 用什麼都不要 對不對 用麵天然的澱粉汁 對對對 來這個也加一點下去 好不好 沒關係這個香菇粉 來 起司粉 起司粉加下去 因為 意大利麵的話 大方加起司粉比較好吃 對不對 好 嗯 好 好 這非常的好吃 很香 香味都跑出來了 黑胡椒 對 黑胡椒 一個人喜好加 對 一個人喜好加 所以我們一直 我們這邊的教法就是 一直不想要說幾瓢幾湯匙或是 因為這樣有的人喜歡吃鹹的 有些有些有淡的 也許有的人重口味的 各種都不一樣 再加一滴滴的水 好 對 對 對 再加一點點的水 還可以用來加一點點 好 就可以起鍋囉 好 好 差不多炒一炒就可以起鍋了 好 翻一下 好 好 好 已經OK了 大功告成 來 起鍋 好 好 番茄麵 是啊 香噴噴的番茄麵 對 香噴噴的番茄麵 這個 其實素食也可以做成西式啊 也可以做得不料理啊 是 有什麼也可以啊 對不對 只是 觀感不一樣而已 是 對 對 好 對 對 好 那黑桿也放一個上面 然後呢 好 我們更讓它更好一點 好 切幾粒 新鮮番茄 因為小番茄本身 輕易的可以夾嘛 生的就可以吃了 所以 沒有關係 有沒有 沒有關係 好來 OK啦 切小丁 來切小丁 撒在上面拌一下 好 再來 起司粉 再撒上一點點起司粉在上面 因為是西式的 所以大家的西式和希望有一點點 西式 拌下去 去適合 好 因為 我這次都是為比較西式的 小朋友喜歡吃的 好 有一點西式 但是又沒有說很道地 有時候很道地的西式 不一定台灣人適合吃你知道 所以我們稍然有一點點 好 來 我們的番茄意大利麵 義式番茄麵已經完成了 請大家做做看 義式番茄麵 食材 義大利麵 牛番茄 黑胡椒 起司粉 黑橄欖 香菇 花菜 小玉米 小番茄 調味料 洋香菜 鹽 香菇粉 橄欖油 番茄醬 做法 一 將花椰菜切小塊 放入水中 汆燙備用 二 將番茄切丁 香菇切片 小玉米切斷 黑橄欖切片備用 三 起油鍋 將香菇炒香 再放入番茄 高湯拌炒 同時也可放入花椰菜 小玉米 四 加入一二匙番茄醬 少許鹽 香菇粉調味 放入液大利麵 穿燙好 開大火煮到麵收汁 再放黑橄欖 起司粉 依個人喜好 加黑胡椒 拌炒一下即可起鍋 五 裝盤後 再上頭撒上一點起司粉即完成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接下來要為各位觀眾示範的另一道 我就是夏天很喜歡的 這個檸檬紅茶 我這位小孩大人都喜歡 自己弄一弄 弄一弄 一鍋 可以放到冷場 大家都可以吃的 整個禮拜都不會壞掉 好 我們看看這裡的食材有哪些呢 主題就是紅茶 在這裡 檸檬在這裡 那這個是櫻桃 然後冰塊 這個是蜂蜜 蜂蜜 檸檬紅茶 這個是shake 被大家都知道 這個是一般容器 那就可以了 這些就是全部的道具都在這裡 大家好 我們一樣請我們的陳津同學 歡迎你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來做 來教大家夏天對不對 這麼炎熱的天氣 當然外面買的紅茶或是什麼茶 我們看不到它什麼東西對不對 所以我們不如來自己做一道好喝 比較安心衛生的紅茶 好 來我們做檸檬對身體也很好 好 我們做這個蜂蜜檸檬紅茶 好不好 來好請示範一下 來 我們先 先來先切 等一下 先切檸檬片 好來 先切檸檬片 我們先把杯子做起來對不對 考試是這樣嗎 好 我還記得 對 切一片檸檬片 一片就好了 因為我們為了讓這個看起來好吃又好喝 我們不如把它做一點裝飾嘛 對不對 好 來 先切一個就好了 先放好 然後來 拿一個那個 這個 櫻桃 好 好 還有那個 劍叉 來 你在家裡用牙籤也可以啊 也不一定一定要什麼劍叉 你不然你要去哪裡 就再來買一包 不好 可以省的就來省 對 是啊 我常常講 絕對我們尤其我們 你要知道 可以節省的就節省 不要浪費 浪費造成垃圾多 對不對也是妨礙地球啊 我們能省的我們就盡量節省 好不好 好 對好 這個就是為了要美化這一輩的價值感跟美觀感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這個 好 你先把它放在旁邊 嗯 好 我們這個再來呢 好 先切開等一下擠汁喔 好 擠汁 因為我們沒有那個壓汁器嘛 沒關係我們用湯匙就好了好不好 好 好 這樣就好了 好 先放這 好 我們先把這個收起來 就不用到了嘛 收起來 好 來 我們把這個 這是以 我們今天所用的是紅茶包 紅茶包 但是我們剛剛也泡 因為時間太長了 我們就先泡好 好 沒關係 那你只要說用這樣子的話 再放個紅茶包下去就可以了 好 來 冰塊拿過來 很快 對 冰塊你要幾塊都隨著你的啦 要吃冰就多幾塊了 不想吃太冰就 標準是六塊 是不是 我記得好像還記得是六塊 看你的紅茶很熱還是冷冷的啦 很熱你只要多放一塊兩塊 好 那有時候要幾杯紅茶不用啦 你愛放多少你就愛放多少 大概八分滿 那二十杯的八分滿 好 OK 然後再來 來 這個 來 用你的湯匙好了 在家有壓汁器當然是最好用 沒有的話你可以 檸檬拿來 把那個叉子轉過去 就是最好的壓汁了 對不對 它沒有辦法壓汁的那麼乾 但是也很好用 對不對 這樣就OK了啦 應該是一顆左右應該就夠了 因為蠻 這比較 沒關係 這個還不要丟掉喔 這個想要你在洗澡的時候 你在家裡這個把它丟到那個浴缸裡面去 很好喔 很棒喔 鹼性的很棒 或者其實你喝開水的時候 你要做的時候都有洗乾淨嘛 你這把整顆 整顆把它丟到開水裡面 很好喔 變成檸檬茶 對不對 檸檬開水 這喝的對人體洽天非常的好 好 這樣夠不夠 可以的 應該可以的 好 對 對 對 我們沒有盎司杯 其實我想用那個就可以了 我看是一杯半 因為這麼多 這個是紅色的那個 冰糖加蜂蜜 這非常棒 這是有機的 所以我們要做 我們都希望大家都吃得健康 所以為什麼 我們寧願貴一點點 吃得非常保障 那你在自己你可以做一壺啊 放在冷藏啊 小朋友回來 到了回來 很熱的時候 來喝一瓶 喝一杯冰的檸檬 紅茶 很好喝 來 好 蓋起來 然後 對 然後搖檔 20個 1 3 4 大概啦 其實你要有30個也可以啊 對不對 不一定也是 考試的時候標準是搖20架 對不對 搖起來的紅茶會很好喝 好 好 拿過來 對 那其實只要考試的時候 這個杯子是不對的 但是因為我們沒有杯子 只有這一個 所以將就啦 知道就好啦 顏色不錯 剛剛好 顏色看起來剛剛好 好 這個紅一塊冰塊下去 這個 比較冰涼 對 沒有冰塊的話 因為這裡面有冰塊 沒有了 都融化掉了 好 兩塊 小塊兩塊 好 OK 假設說你考試的時候沒有冰塊是要 冰塊是沒有扣分 扣分了 是已經就不行了 這一杯假設考試沒有冰塊 就已經扣分了 已經不行了 對不對 你看 好 這一杯就是我們非常好喝 又健康的檸檬紅茶 檸檬紅茶 檸檬紅茶 三 一人口味 把冰塊放入雪克杯中 倒入紅茶 用叉子插著檸檬擠出檸檬汁 再放入蜂蜜 四 搖晃雪克杯來回差不多20下 即可倒入杯子 杯圓加上裝飾即完成 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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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声众摘食 素食银行 慈悲便当 烟贡香 粉 药贡包 香 若是关怀 不失动物 日期4月15日起至5月5日止 时间每日下午1点半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余慧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范背教学 战性法师教授 日期5月8日星期日 时间下午2点到5点 请提早报名 报名电话 06271 6616 06271 6616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345号 妖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 共睦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量体温 因为其实所有环境的破坏都是因为人的问题 但是我们要解决所有环境的破坏 我们必须再把人放回去这个体系里面 才有办法 我在2010年有一次机会 姻缘跟着林务局的一些长官 跟一些NGA的朋友一起到日本去参访 那次参访的主要目的就是参访日本李山的案例 也因为那次参访的机缘 让我认识了严健直记先生 他是日本在 之前台湾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半龙半X 那其实这是日本在推李山倡议的一个烂伤的起源 所以在那一次的经验里面 我们在严健直记的故乡林布市 他带我们去看一个梯铁 哇 让我非常感动 你知道那个梯铁其实我们小时候就在山上就有很多梯铁 可是我们都废根了 可是日本的梯铁是 你就顺着山那个林线 1010的非常非常漂亮 然后日本人种到种的非常漂亮 然后日本山上 你像山上那个血水融化出来的干净的水 就像我们之前在八岩区的那样的干净的水 然后所以这样的 这样子的梯田的地景 不但提供了文化的厚度 就是你看到视觉的文化的景观的厚度之外 你还看到因为这些水 因为这样子 你用无毒耕作的方式 用有机耕作的方式 其实让很多动物在里面可以生存 比如说水里面就 光是水 水是所有生物的源头 光是水里面就有田螺 又有龙源 又有很多小鱼小小在里面 甚至水草 你看了都会心情很愉悦 甚至到晚上你愿意做夜观的话 晚上连鹿都会跑来喝水 所以在日本的里山经验里面 那我看到说 原来我们不用刻意的去保护任何一种物种 我们只要先把人 当然先够肚子再够不做 先把人的肚子顾好 但是心有余力之余 我们只要人不要求太多 我们把环境顾好 原来我供养的这一块稻田 不只是养活我自己的生活 其实还养活我成千三万的动物 所以这才是里山倡议的一个核心价值 就是说我们只要不要农药 不用化肥 不用除草剂 我们就友善的对待大地 那你知道我们只要取我们就该取的 我不会要求说我的一分地里面一定要种出两千斤 也许我们只能种出一千斤 但是我种出两千斤 所以我不断的用化肥 不用农药 我要创造出最大价值之后 当你愿意放下这个沉浸跟观念的时候 那你就会学会跟大自然相处 清华就会回来 所以清华回来是 你看这个白恩的画面多么漂亮 就是人可以跟大自然共生 人取了它应该有的道子 然后清华也因为你的友善耕作 它有地方可以下蛋 它就会给你最棒的大自然的乐章 其实竟然还不止清华而已 还有更多的生物也都回来了 每一个迎面而来的陌生人 他身上都有你值得学习的地方 那关键是我们愿意用更开放的心胸 去讨论我们认知的一件事情 我们下当然了 你为什么要不求你 你为什么要不求你 感谢你 我们下集完 字幕提供